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普通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曾經有一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套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版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省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來到獅子了 無論你是上星還是太陽獅子座 農曆九月會怎樣呢? 你們有點像你們的火星星座的body 射手座 同樣都是會有一些和錢銀有關的事件 去給你們處理 但是跟射手相比你們就沒有這麼幸運 因為對於射手座 那是一些真的去賺錢去進帳的好機會 但是對於獅子座的朋友 你們純粹就是有這些事情要去處理 就未必真的令到你們可以盆滿撥滿 同時這些東西要你們去處理的時候 你們都會經歷一些內心的情緒掙扎 所以這方面又令到你們好像雙魚座 詳情其實你可以去聽一下 今期如果你們有興趣有時間的話 聽一下射手座和雙魚座 那裡的魂勢 對你們的獅子座來說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少少遇到那個邊 例如什麼呢 什麼叫一些和錢銀有關的事情要處理 但是你們又會經歷一些內心掙扎呢 我帶一個比喻 可能你們要做一個醜人 你是那個管理人 然後公司的老闆說 不行了我們公司缺水了 你去炒人吧 那這些事情會不會令到你 就是要去有一些兩難局面 就是可能逼著炒人 一些輝霞的愛將 然後是因為為了公司去省錢 是不是 那你明白這個情況嗎 OK 那 還有如果 就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去指示你去做這些事情的呢 可能是一個女人 OK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女性化的人物 所以接下來遇到這些人的時候 你小心他會給一些比較棘手的事物去處理 就真是一些燙手山湖 而和錢是很有關係的 OK 又或者呢 你們接下來會做一些 不是那麼開心的通風報信 什麼意思呢 例如 你要去做一些智喪的聯絡人 對 去做一些智喪委員會 還有要去發那些庫問 要周圍跟誰說 哪一個朋友過了生 那你會不會參加去喪禮 就是做這些不開心的通風報信 OK 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 那可能 又是一些女人去找你 或者可能甚至是 過生的親友是一個女性 或者是一些很女性化的人物 OK 不過如果不是那麼煩的話 或者可能純粹你們要去 搞一些遺囑 這些跟死亡遺產有關的問題 或者是跟一些保險理賠 有關的問題都要給你們獅子座去處理 那就會有少少的麻煩 這次的水晶逆行 又叫水翼 對你們獅子座的影響 原來是非常之大的 OK 所以我在其他星座我沒有特別去提 但是我在這裡提你們 其實因為這次水翼對你們的影響 我會說你們是12星座裡面 頭三位是受到影響的 OK 所以有任何溝通的失誤 失聯會很容易發生 你們其實詳情去找一些Google 水晶逆行 那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那裡已經豬肉在前 我就不需要再多說了 OK 都是例行公事 有空去查一下自己的E-mail 的spam box 會不會錯過一些很重要的E-mail OK 一些電子零件做好 一些備份 不要等到它會出一些亂指 OK 還有離開餐廳 離開交通工具的時候 都查清楚 不要說 留下了電話 OK 也都小心 不要有一些交通意外 或者一些交通制室 或者是趕不及巴士 那些朋友 那就會影響了自己的 尤其是會很影響你們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工作的那些事情 又或者 我當早上那個鬧鐘失靈 而令到你們是遲上班 所以這些事情都要注意 還有那個時間開始要多些 給多一點酒盞自己 OK 跟著同時就是 如果你們有養寵物的話 可能他們會因為 因為腦 或者可能病 不過腦和病 通常都是一齊來的 OK 那因為這些事情 而去過生 或者如果你們有一些 用了很久的下屬 例如工人姐姐 那他們都是會告腦還鄉 那如果 你們是一些病人的話 而剛好你們有一些獅子座的照顧者 那你要小心 因為他們在這個農曆9月 是很容易出一些醫療事故 出一些意外 而去影響到你們的身體 OK 那這句話 其實是跟全部的獅子座 醫療界人員說 那越小心不要 出一些亂子 而去影響病人的福利 OK 跟著最後 我再講兩件事 獅子座的朋友 會很容易出現一些 一些上屍下屬的權力鬥爭 那尤其是如果 你們是在一些家庭行業 那這個鬥爭會更加嚴重 那個後果會更加白熱化 OK 那最後就是獅子座的男性 男性就會容易有一些 不舉讓位 肝血不足的健康狀況